这是14岁沃特斯接受的训练 如果中冠男篮想要培养沃特斯这样的后卫 到底需要做哪些工作 2岁时沃特斯就认识艾弗森 小时候沃特斯就开始接触迷你篮球架 为了练基本功 每天清晨5点沃特斯和他的父亲都会做运球训练 从最开始的一个球再到两个球和三个球 沃特斯就是这样一步步练出了基本功 练到7点后沃特斯和父亲各自去上学和工作 每当周末的时候 沃特斯还会被父亲要求跑到佩恩惠特尼体育馆 整个路程有十几公里 然后在体育馆一炮就是一天 在训练馆的比赛里 沃特斯还会被安排和大几岁的孩子进行对抗 父亲会告诉沃特斯不要惧怕对手 并且要尝试成为球队的核心领袖 初中时沃特斯在学校遭遇校园霸凌 为了安全起见 沃特斯的父亲花费巨资让沃特斯转学 2015年沃特斯因为姥姥老爷的缘故 他选择前往波多黎克U17视训 那个时候的沃特斯已经开始接受非常残酷的训练 在训练里 沃特斯会系统练习运球 投篮和体能 在练运球的时候 沃特斯会绑一根带子在身后 然后让训练师拉着他练运球 有时候是同时运两个球 有时候是同时运三个球 除此之外 沃特斯还会练习两个手的高低运球 和行进间的自由运球 就是这样疯狂的训练 沃特斯才练出了顶级球杆 高此时 沃特斯已经是89分的四行高中生 在NCAA 沃特斯选择了路易斯安纳州大学 17到18赛季 沃特斯场局能凯下15.9分6主攻 2019年选秀大会 沃特斯在次轮51顺位被选中 也是在此时 沃特斯的父亲在旅馆外的汽车里开枪自杀 因为父亲早已患有多年的抑郁症 在儿子被N比选中的时候 他已经没有什么可挂念的了 现如今 沃特斯就是以父之名 坚持在职业篮球场上 或许他只是一个CBA外员 他的身高也只有一米七八 但只要能坚持父亲的热爱和梦想 这就已经是对父亲最好的慰藉